那個某某醫生 我這個是肌肉鬆弛劑我可不可以打 結果那個醫美醫師竟然跟他說可以 結果沒多久我就黑掉了 就缺氧就死掉了 那個死法是很恐怖的你知道嗎 你的意思是完全清楚的 他缺氧了5分鐘死亡這個過程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他的意思是從清楚到絕望 然後到死 你最近有沒有看到一個新聞 什麼新聞 一個人他做醫美想要放鬆打了鬆弛劑 哦醫美 就掛了 為了美去世了這樣合理嗎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現在要討論醫美嗎 醫美大家都只看到他好 他到底壞在哪 因為今天要討論醫美 對我們來聊併發症 或是醫美的風險 醫美他其實沒有這麼美 他背後的可能的風險 我問你可以嗎 你懂這個嗎 開玩笑達爾傑森耶 急診科醫師耶 是的 結果醫美跟你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們急診也常常會處理過一些 在醫美診所有一些併發症的病患 哦 所以這種併發症我們挪到後面 我先問這個新聞發生是常見嗎 就是不常見 打鬆弛 這個新聞我知道 這個Case已經發生 它其實發生蠻久的 很久了 兩三年 它現在是定驗了 所以新聞又再報一次 定驗是什麼意思 判決結果確認了嘛 可能以前有一省二省 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慢慢和解啊 確認 它不是這一兩年的事情啦 它發生一段時間了 這個以一個醫師來講 我是覺得非常扯 我們到時候把這個Case那個 打在我們的這個 對對對 可以 應該畫面會有一些相關的資料之類 然後沒有就算 有啦 會有啦 這有 這個 可以聊很久 它牽涉到幾個層面 一個就是台灣醫美醫師的養成 OK 我們之後會再拍一集 在我們的會員頻道裡面 貼我錢嗎 這台灣醫美醫師養成 它是怎麼樣養成 它整個這個醫美醫師的這個 來源到底是什麼 這是一個層面的問題 第二個層面的問題就是說 當發生這樣子的一個Case 到底應該要 責任歸屬 對 當下的醫師要怎麼樣做處理 是怎麼處理啊 第一個是怎麼避免嘛 第一個是怎麼處理嘛 處理 那我們先講避免就是說 剛剛講的就是 打這個肌肉鬆弛劑叫Limpax 它是一個肌肉鬆弛劑 這個東西不是像 一般 幹嘛 這個肌肉鬆弛劑叫Limpax 它是一個肌肉鬆弛劑 肌肉鬆弛劑叫Limpax 它是一個肌肉鬆弛劑 你們要聽聽看你現在講什麼 它是一個非去極化的肌肉鬆弛劑 連拍四集很累耶 它是通常用在什麼地方 它是用在要插管的柄 要麻醉的柄 為什麼要鬆弛才可以插 因為你要讓全身的肌肉放鬆 你才能夠把這個氣管內管 插到你的氣管裡面 這兩隻金手指拿出來 你自己挖挖看 哈囉 嗨 先上去 等一下爸爸就上去了 好可愛喔 你以後也會有 我剛剛在做這個動作讓他女兒經過 哈哈哈哈 你這樣子就會 你的我的嘴巴 我的舌頭會 你就噁心了 會堵住那個孔不讓我進去 對對對 生理反應 當我們在進行插管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讓病人的身體 全身的肌肉能夠放鬆 一來不只是會引發呕吐 也有可能誘發所謂的心律不整 我插到心律不整 對對對 或者是造成你的呼吸 沒有辦法跟呼吸配合 所以這種藥物 你哪怕只要有一點點 醫療Sense的醫生 哪怕 小羽兒 哪怕只要有一點點 就是 你們很可愛 你們很可愛 打一點肢肉鬆子劑就睡著了 沒有 看一下 我亂講 我亂講好了 那這個肢肉鬆子劑打進去 就變成全身的肌肉都不能運作 包括你的呼吸機 所以你也沒有辦法打呼吸 我沒辦法自主呼吸 那我要靠什麼呼吸 就是人工心肺來幫你呼吸 所以你只要有 當一般科PGY 部分科住院醫師的時候 稍微認證一點 你就說小朋友 我想說就很像是 你開打開課本 最一開始第一頁會有那個守則 就原則的位置 他現在第一項 打嗎 肢肉鬆子劑 一定要搭配人工心肺使用 或者是打麻將的時候 就是總共是幾張 這樣才能補牌 就哪怕你 只要有亂過麻醉科 或是亂過幾整科 只要有稍微用功一點 你就會知道肌肉鬆子劑是不能亂打的 對 打會出人命的 對 當天就是這個醫美諮詢師 他覺得肌肉很痠痛 他就去醫美射手 他想要鬆弛一下 對 他說 某某醫生我這個是肌肉鬆子劑我可不可以打 結果那個醫美醫師竟然跟他說可以 所以他就請護理師幫他打 然後打就 大家想說 肌肉鬆子劑 他在那裡休息 對 結果沒多久就黑掉了 就缺氧就死掉了 那個死法是很恐怖的 你知道嗎 你的意思是完全清楚的 他想動但是動不了 完全動不了 全身所有的肌肉都是放鬆的 講話的肌肉 呼吸的肌肉 動一根手指頭肌肉 都沒有辦法 他缺氧的五分鐘死亡這個過程 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他的意思是從清楚到絕望 然後到死 哇靠 對 是非常殘酷的 可以拍成奪婚劇 當初我們所有的醫生看到這個case 是覺得有點 就有點shock 怎麼會說可以 對 怎麼會說可以 這位醫師這位學妹還是學弟 我不知道 奉勸喔 鏡頭前面我有一些粉絲是學弟妹 你是醫生 你就是有這個職業操守 到什麼科就是要稍微 努力去學習 我自己也不是什麼用功的學生啊 我就是那種什麼都 60分 70分 80分 但是這個東西 哪怕你只有50分你都要知道 OK 就來聊醫美最常見的幾個併發症 好啊好啊 OK 玻尿酸大家都聽過吧 對 或者是所謂的伊連絲啊 女神針啊 或者是scartra 人工製造來取代你人體內膠原蛋白的一種物質 人工膠原蛋白 對對對 人工膠原蛋白 那膠原蛋白又是幹嘛的 膠原蛋白就是讓你可以水嫩嫩啊 讓你可以緊緻啊 讓你可以看起來無關立體啊 所以其實我可以吃玻尿酸 吃沒有什麼用 吃沒有 但打進血管它就會 酸塞 讓你死掉 我們先打療效嘛 療效就是打在皮下 打在皮下 然後它就會讓我那邊活化 讓你垮的地方能夠撐起來 粉絲網友 你們去看你們以前高中時候的照片 跟你現在30歲40歲的時候的照片 一定不一樣 你會發現你的淚溝 或是你的蘋果肌就整個掉下來 那這時候可能就會需要一些填充物 讓它頂回去 來改善這個所謂的垂墜感 這個東西 我們在醫美界叫做Filler Filler Filler就是填充的意思嘛 那這種東西最怕的後遺症就是 把它不小心打到血管裡面 你就把它想成人工的中風 它整個沒辦法分解掉 它沒有辦法分解掉 它就會讓你的血管塞住 那你的血管塞住 你的阻汁就沒有得到 足夠的氧氣的perfusion 對 那你就會壞死 那人體的臉部有幾個地方 是特別容易會很危險 血管比較容易打到 對比較密集的 第一個就是額頭 額頭 我要去抬頭紋 不是有的女生 她想要讓這個額頭能夠飽滿一點 飽滿一點的額頭 可以像韓國女性一樣 能夠飽滿有的很扁嘛 這個地方額頭這邊 眉上一公分這個範圍 有很多重要的大血管 就很容易造成這個酸塞 但是上面也不一定安全 所以打額頭 這是要很小心的 對 再來就是鼻子 鼻子上面有很多 比較大條的 我想要挺一點 對 就是拿來熔鼻 像有很多醫美醫師 鼻子是不打的 因為這邊太危險了 因為這邊可能打到血管裡面 就會跑到眼動脈去 然後就一個眼睛就瞎掉了 所以醫美其實 醫美醫師也是不好當的 一般來說 醫生不會講這麼多對不對 會啦 這個在做治療之前 我相信醫美醫師 都要跟你的客人 或是你的病人 講說所有的病發生 因為其實民眾要知道 所有的侵入性治療 不管是醫美還是非醫美 都會有它的風險 不可能有一項侵入性的治療 醫生會跟你說 我跟你打包票 這百分之百也沒事的 這種醫生就是 比較不可惜 你只要做多了一定會出現的 所以說這個一定要跟客人講清楚 不過醫美當然跟一般的疾病治療 不太一樣 就是醫美他們會覺得它是消費 所以它不太能夠容忍 這樣子的一個病發症 像醫美我就這樣講 如果這個發生酸塞要該怎麼辦 就不小心把這個玻尿酸 或者是把這種什麼液連絲 或是銅鹽針打到血管裡面 該怎麼做 第一個如果來到疾病 是我們會先放血 把血放掉 比如說它是這個地方 打進去 打進去我們當下就會知道 有沒有問題 因為顏色會變 因為你如果打到酸塞 代表把這些半固體的東西 打到血管裡面 它就塞住了 你如果塞到動脈 你的組織就會變白色的 而且會很痛 因為這邊就會馬上缺氧 就會變白色的 就會非常痛 那你如果是打到靜脈 你就會影響到靜脈的回流 這個地方就變很歐青 也會變白 就紫白紫白的 但是不會那麼痛 但是也是會痛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在你 酸塞的上游或下游的地方 開始放血 然後打一些溶解劑 就打在這個地方 很密集這樣打打打打打打 把酸塞的地方敲掉 對 盡量能夠讓這些可以 生理實驗水進去 把這些固體的東西給稀釋掉 玻尿酸啊 這些填充物 多多少少有一些能夠釋放出來 然後第二個如果是這面積很大 或者是他真的症狀很嚴重 來到急診室我們就會幫他打一些 比如說PgE1啊 這一類的這種抗血栓的藥物 另外一步就是高壓癢 我們就安排這樣的一些客人 去進行所謂的高壓癢 他缺癢嘛 我們進行高壓癢 可以讓旁邊的血流 collateral 變強 對 馬衝破 對 能夠去幫忙這塊缺癢的組織 來進行這樣的治理 我必須說啊 我沒想到我跟你錄這麼多集 你講最多知識講得最好的 居然是醫美病發症 沒有 因為我對醫美也略懂略懂 沒有 其實就是你要答 當我那個不正經的答特解 那個笨蛋的答特解 他居然跟我花了兩分鐘講 怎麼處理額頭上玻尿酸賭注的問題 Oh my god 他有料耶 對 基盛科醫師略懂略懂 我必須說這兩年 我其實沒有那麼尊重你的醫術 但... 那我要如何挑選好的醫美醫生 我要去哪裡找 其實啊 你不用找 現在網路那麼發達 你就稍微google一下 或者我可以幫你打聽啊 對啊 都會 可以私訊打在這裡 他可以推薦一些 他自己推薦的醫生 對 比較靠譜一點 你認為我雙胞胎弟弟之類的 雙胞胎弟弟 其實原來我都不知道醫美 對 風險這麼多 我真的覺得就是打一打就變漂亮了 沒有 那個真的很多風險啊 並不是這麼的如魚得水 哇 今天這一集 滿滿的硬貨啊 滿滿的乾貨啊 乾貨啊 不是硬貨 喜歡這個油脂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報復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秀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